嗯...那主要感的感覺是... 熱熱的 嗯... 會不會皮膚沒有很好被人家... common罵了很多 哈囉大家好我是An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今天背後的場景好像長得太一樣 對沒錯 我今天呢就是邀請了一位雷射女王 Tina 哈囉我是Tina 對為什麼Tina叫雷射女王呢 因為我超強打雷射我就是 全灣區最強 所以我會打雷射的五分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你打過哪些雷射 嗯...現在最紅的是那個 風草皮秒嘛 然後你也打過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鼻子這邊有疤 然後我是這邊打那個飛鎖 對然後我也打過了淨膚 嗯...我常做臉 所以我酸患膚還有性能酸我也做過 嗯...真的超級超級多 對啊因為皮膚以前很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會主要就是分享到皮秒雷射的部分 因為我們倆剛好在今年的一月初都去做了皮秒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是會分三個階段 跟大家分享一下皮秒雷射的經驗 就其實我覺得素前還蠻多功課要做的 嗯...就是包括你要去哪一間診所 然後...因為很多診所他們都會推出不同的那種促銷方案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當初就是 就是... 就是皮秒是這兩年開始紅的 嗯...然後身為一個... 我超喜歡上網做搜尋 然後比較我們一家的優缺點 然後就立馬看到有一個超大標題 然後就是范冰冰去的光澤醫學醫美 然後在板橋 然後因為我是板橋人嘛 就立馬搜尋 然後發現很貴 皮秒是一般的 然後我是加蜂巢 你有加蜂巢嗎? 我也是加了蜂巢透鏡 就是他們是不同機器 原本那機器打的那個幀數比較少 然後... 蜂巢是多加... 我其實就在八千萬一萬 我好像沒有這麼貴 然後... 他就是打更深 然後就是看這個促銷 然後原本是... 想說太貴了放棄去找別家 可是別家聽說原來打... 眼睛瞎掉 我真的覺得網路上也看到蠻多 就是失敗的案例 就會覺得很可怕 對... 然後想說前好翻冰冰先衝了 我就...我就用那個... 因為台灣可以有LINE跟Facebook 這個醫院聯合 對對對... 這樣很方便 然後他們就有第一次... 嗯... 會員體驗獎 是一萬八吧 一萬八全包 也偏貴對不對 我覺得算是偏貴 對... 價格方面我等一下可以再分享 來介紹東西 可是因為我常做雷勝 然後我鼻子這邊有八 所以我不敢做太... 就是... 很便宜的 對啊 便宜的不見得不好 但是貴的應該會比便宜的好 通常是這樣 而且主要離我家近 然後又連鎖的 然後他們很常上中醫節目那個... 肚子醫生 喔真的嗎 對... 趕上應該不會亂鬧 我就選他了 我當初的話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看 就是他們打的皮秒的機器是哪一種機器 嗯... 就好像有分美國機跟韓國機 好像還有義大利機吧 然後我當時就是想要打的是第一代的皮秒 就是美國機 我當初我在網上找了一篇文章 就是... 他有比較就是... 每一間醫美診所 他們各是用什麼樣的機型去打的 然後我是根據我想要的機型 然後再去反推找這些這樣 對... 我會再把那篇文章放在底下 我好像是... 工程師哥 因為那篇文章整理蠻仔細 就他有大概調查一下他們的價位 然後用的機器 還有就是哪一間診所這樣子 對... 資訊還蠻完整的 你是去哪一家做啊 可以講 我是在東區叫做... 其實我不知道會不會比 是那個嗎 B...好沒事 反正就是三個字在東區的那一家 OK 再來就是在... 呃... 直打雷射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在打之前 就一直還蠻害怕的 就我不像就是他打雷射的經驗很多 所以... 網路上很多人會說什麼 就是... 皮秒很痛 就是...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你覺得怎麼樣 嗯... 我打皮秒的時候就是... 好無感覺 哈哈哈 就是好像有蚊子飛過來 停在我的臉上 稍稍的做個停留 嗯... 有點癢癢的 然後後來... 風潮... 漸漸有感覺 有點小小灼熱感 因為我... 風潮不大T字部 對... 所以這T字部位就是... 佐熱感 然後我的... 鼻子跟... 呃... 鼻頭用那個... 飛縮 喔... 還有加飛縮? 因為我這邊... 有個很深的疤 然後我跟醫生說我只打一點點 然後就對著那個疤跟鼻頭一點點 喔... 所以你躺在那邊 然後同時就是各種... 各種... 然後... 痛炸 就是飛縮 我... 眼淚直接這樣流下來 真的痛炸 反正我哥... 我哥哥... 他也... 因為他之前有幫忙會打飛縮 然後我哥就是... 有一塊... 護士忘記... 那個麻藥 天啊... 然後我哥也是大男人 他180公分 也是電腦就是爆...爆...爆累 對啊... 我聽說飛縮更痛 飛縮超... 因為飛縮是... 可以打到平一下不知道幾公分 然後... 因為你皮膚不好 所以你應該不用打飛 因為我是指的... 可以打飛縮 可是... 這樣皮沒有... 無感 風潮 小小多熱 對... 所以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打過... 飛縮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皮秒是小Case 對... 嘴巴... 裝回這一塊會比較有感覺 但其他地方就還好 其實... 淨膚就是... 它算是... 讓你皮膚變比較白 它是... 去除你黑色素 所以淨膚... 我覺得淨膚跟皮秒的作用比較像 就是... 讓你... 清除你的黑色素啊... 然後表面上一些斑點 可是如果你有比較深的疤 你就要用到... 蜂巢跟飛縮 可是我的疤是真的很深 才用到飛縮 不然你一般... 譬如說不好的人... 打那麼深 其實皮膚會變得不好 更不穩定 更不穩定 就是因為你皮膚只是... 覺得你暗沉 你就包樣累的話 不用打到飛縮 然後我之前會去打 就是因為我的... 呃... 左邊的顴骨上面 就是長出很多曬斑 現在你看我... 現在都沒了 對...很神奇 就是因為我... 自從開始開車之後 然後就太陽照 就很明顯 我左邊這邊就是長超級多斑 然後... 就是當時查到我皮鳥 然後因為皮鳥它就是針對這種曬斑 我覺得是特別有效 對...所以我就去打了之後 加了蜂巢 對...因為我自己... 你蜂巢是夾T字是不是 在夾T字 嗯... 比我兩頰沒有比較還好 嗯... 我...我反而是兩頰 就是感覺... 就這邊毛孔會比較大一點 哦... 對...所以我那時候好像蜂巢 是主要躲動在這一塊 好...然後再來呢 就是要聊到... 就是比較偏束後這個部分 對...呃... 先聊一下束後當下好了 當下我被你的臉紅的程度嚇到嗎 我...我...我... 我算是皮厚的耶 就讓我就算做完背書也是小小紅 真的假的 對...妳看...妳是看皮薄的嗎 我皮超級薄 就是我當下...因為其實我原本以為 就是恢復期很短的意思就是 當下打完不會太紅 我是太天真了 對...而且我當晚還跟朋友約了要去吃涼麵 就是...消夜場 然後...這整個就是紅到一個不行 就整邊...這一整塊 而且臉頰就是發熱的感覺 真的很嚴重 嗯...嗯... 然後就是當下有吹那個... 就是一個風... 嗯...它有那個... 就是浪漫的風機 對...然後還有敷一些鎮定的東西 它有敷那個... 是冰盒 很像冰塊的那個東西 嗯...嗯... 那妳大概就是... 過了幾天之後 妳覺得就是皮膚已經恢復到原本的... 就是可以正常上妝的狀態 我大概是一週 因為它會給我所有束後產品 然後三天內我是完全... 嗯...我記得我是... 沒洗臉... 我去買生理... 妳沒洗臉... 喔... 欸...這樣什麼意思... 它叫我去買那個... 生理食鹽水... 隱形眼鏡 它叫我拿... 化妝棉沾生理食鹽水擦領就好了 對...我也是這樣子 對...然後... 就叫我不要一般的水 它可能怕... 我皮膚過敏什麼的吧... 我也不知道 然後... 就那個擦完之後... 就只是它給我的藥膏 跟... 去紅的... 三天... 那妳還蠻乖的耶... 就是... 所以妳是一個禮拜之後開始慢慢上妝 偷偷的本品 因為我說算全部掉廣了... 第三點就掉廣了... 喔...是嗎...妳好快... 對...我自己的話... 因為它退紅其實第二天就已經退得差不多 然後我知道第三天開始 因為其實皮膚就已經沒有摸出 有任何跟平常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 就我覺得皮秒的反應超級立即的 陶瓷娃娃就是我們兩個 對... 因為我就是回台灣時間很短 所以那幾天就是還是有安排要見一些朋友 就是沒有辦法 而且... 因為它髒了有時候沒有... 那個巴沒有退完妝會一塊一塊的 嗯...但我覺得皮秒其實真的還好 就我沒有感覺皮膚特別乾 對... 就上妝還OK 它做完真的是... 毛死娃娃姐 真的...就是毛孔 妳會真的手摸起來都有感覺 對... 弄完去跟長輩吃飯 長輩每個人都快叫我皮膚討好 哈哈... 長輩的話可以相信嗎 哈哈... 相信... 那妳要不要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防曬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妳是一個非常注重防曬的人 其實我有個小撇步耶 就是我這三五年來都是用醫美賣的防曬 真的假的... 說醫美他們自己出的 對... 然後我用的那一支... 我可以分別邊... 哪一支... 這邊有個圖片 就是我用的那一支我持續用了三年還四年的 它不單的潤色之外 防曬系數有50 然後PA4個加 很足夠的 然後... 非常的潤色... 潤完就是妳就是韓國送資小本人 真的... 所以我前幾年皮膚... 因為我現在比較老了 我之前前幾年皮膚沒有... 細紋的時候我只上那個... 就出門了 然後它也我有化妝 嗯... 就其實妳皮膚的底有打好的話 妳真的不需要很濃的妝 對... 然後那一支防曬真的超推 就以我這種不好的肌膚來說 外面賣的... 比如說Lancone有一支... 市面上最紅那一支 這裡有一片 就是... 說不定我不試了 因為可能會有香精 喔對... 我也是... 那一支我永遠會過敏 就是會長一些... 也不是痘痘 但就是小粉刺 那一支就是YouTuber 其實很紅嘛 可是我就覺得... 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產品還是選擇 適合自己也比較重要 我現在用的... 也算是醫美品牌 但是開價就買得到 就是理膚保水 啊... 對... 就是那一罐那個小小的 好像招小天線 這裡 而且這一罐就是它也是... 就是海洋友善的 我之前有時候去玩 然後譬如說去夏威夷或什麼 我需要潛水 或是在海邊什麼 都用這一罐 所以它是跟那個... 安奈曬的比是不是 就是它是防水啊什麼的 我自己覺得安奈曬那一種 就是有點偏... 叫什麼... 就是要搖一搖那種的 我好像都會有一點過敏 而且可能日系的有香精 而且我覺得安奈曬很難洗掉耶 喔真的喔 我用安奈曬擦身體回去洗 就是有點... 一直摸都覺得它在我身上 它其實是我初遇 我幫你們做 然後呢 就是我們想要分享一下 術前跟術後的照片的比較 我這張照片呢 就是在我... 呃... 今年... 更年初一點 就是打雷射之前去泰國玩的照片 就是雖然我有上妝 但是你們要自己看出來 就是我的臉頰的斑 就是有點遮不住 就是那種已經不是靠遮瑕就可以遮住的斑的程度 有那泰國比美國很嚴重嗎 沒有 就是我累積了一整年之後 那個斑就是已經升到我沒有辦法 就是靠擦保養品啊或什麼的 呃...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素顏 然後他就說什麼 就是他覺得我皮膚 就是為什麼可以素顏看起來那麼亮 對 明明就是才第一個月而已 就是我自己可能每天照鏡子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是就是別人一看就覺得會有很明顯的差 對 然後大概在一個禮拜左右 就是有一天好像洗臉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臉上的那一些小翻臉 移動式 就很像一個小貼紙一樣 對 然後我就輕輕的就一撥然後就掉 那剛剛講到就是關於毛孔這個部分 就其實毛孔的話算是 就他不是平咬強項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有加就是蜂巢的透鏡 對 那你自己覺得就是這個效果 大概可以維持多久 呃...三個半年吧 我覺得看每個人的狀態 因為我們在美國很乾 所以超乾 可以維持比較久 可能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 可是在台灣很...比較悶熱 我覺得大概半年底吧 嗯...就是毛孔很容易有展開的 對 做完雷射其實保濕很重要 所以千萬不能去散溫暖 然後不能曬太陽 可以曬太陽 可是...不建議 不要曝曬 然後也不能泡溫泉 然後也不能泡溫泉 弄完...隔兩座就去日本 然後就大泡溫泉 好爽喔 可是就是... 就是那兩個娃娃界的狀態 我只維持了兩座 然後泡完溫泉 我有認真感覺到 效果沒那麼好 就毀了嗎 就是...毛孔一點點變大 可能只有變大0.0000001毫米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變大 對... 所以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時間沒有安排好 而且老師老師 我跟你說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美國嘛 加濕器太重要了 真的真的... 我房間一定會擺一個 我幾乎每天晚上開 然後... 我之前在台灣我臉是中性偏油 來美國立馬中性偏乾 有時候會流鼻血 就是太乾了 然後我就開加濕器 然後因為我有那個東西 可以測皮膚的那個... 濕度 好能力喔 對啊 所以我就建議 如果乾淨的妹妹 可以用加濕器 可是台灣應該就不用買了吧 對... 應該怎樣 除濕機 除濕機 還有那個防曬 台灣人太可怕了 天氣 要小心防曬 就是要換一套保養的方式 對... 各位觀眾 防曬超重要 因為我以前高中皮膚超級不好 然後就... 我發現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話 你一定要先從做臉開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雷射是可以幫你... 比如說你是偏黑 把你的黑色出產掉 或是你有疤 可是你... 如果你是痘痘代表你那邊是偏油 還是要把裡面的膿擠出來 因為你的膿不擠出來 它膿在皮膚裡面嘛 那你雷射一直狂打上面 它裡面只是包座而已 你要先根治 對...要根治 你就做臉 然後我覺得你可以去... 你可以視訊我啦 可以告訴你哪一個 所以就是... 做完臉 然後可以... 做完臉之後 把你的膿全部清完之後 開始做酸 就做臉做酸 做完全部做完的時候 你再開始打雷射 雷射是你臉上毫無膿 毫無痘痘才能做 有些人就太急了硬做 然後就臉超爛 而且其實我覺得雷射蠻傷皮膚的 皮膚的狀態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我那天就很乖 我幾乎一年沒有吃炸了 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吃辣 然後我就是... 一週做一次 離安一個月做一次酸 三個月打一次雷射 我皮膚真的變... 就是狀態都不會長 很值得啊 現在皮膚真的變超級 如果女生很懶 一定要上後長水跟反晒 因為不上防曬 它就是會長黑色素 然後長斑 然後因為你不上防曬 就會有那個... 怎麼講...會出油 長痘痘 反而更容易要痘痘自射 對,因為植外線是熱的嘛 你動你的皮膚 你皮膚會很敏感 長痘痘 然後臉就變很懶 很懶就影響你的外觀 影響外觀就會影響你的人際關係 好嚴肅 你想到整個人生的感覺 對啊 最後一件事就是我覺得會長皺紋 然後我覺得皺紋是不可能膩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是上方是什麼就是 算是維持我們現在的浮礦到80歲 可是皺紋長出來應該很難...很難打掉 很難... 長出來一定要上 對,一定 好,聽Hina的 總結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就是推薦 什麼樣的人去打皮膚雷射 我覺得這每個人都要打 沒有啦 JKJK JK沒有業配 對,這是純粹我們素人經驗分享 個人覺得皮膚雷不加沒有那麼輕入室 如果你沒有加蜂巢的話 那我覺得女生你一年 你不用每盆長說 一年做一次皮膚雷 等於是保養 因為我覺得 你花錢不如去做雷生 你也不要一直買化妝品 對 太浪費錢了 我自己的話會覺得 就如果你真的臉上有一些小雀斑 或者是你就是覺得 你已經擦了很多化妝品 但是你的整體臉還是不夠亮的感覺 就我覺得打一次真的 可以讓你省掉 可能半年到一年的這種感覺 真的 差很多 朋友們 而且我今年去打的時候 其實這整座裡面還蠻多男生的 真的喔 就其實不分年齡 不分男女 女生一定要保養 然後愛惜自己 對 好,謝謝我喜歡這個節約 那我們就非常謝謝今天Tina 就是特別來到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有喜歡我的分享 然後 因為Tina現在她自己就是有在拍片 然後 你要不要就是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頻道都比較累 我的頻道就是一個很吵 然後很嗨的一個 很娛樂性 就很娛樂 我是綜藝Youtube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安 我們是美國雙胞胎 對 有人說我們長得很像 有嗎 好啦,她比較精緻 我比較粗糙一點 沒有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們有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